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提到的 勃起的功能 那其实勃起的功能呢 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它需要来自于 我们的大脑 还有我们中间的传导的脊椎 脊椎后的勃起的器官 也就是所谓的阴晶 一起去整体的配合 一开始大脑一定要有这个想法 不过外在的刺激 这个讯息就经由了脊椎的神经 传统到了我们的阴晶 那阴晶里面呢 它本身其实是可以容纳血管的这个结构 所以当阴晶收到讯息以后呢 阴晶里面的所谓的血管放松 就类似我们在灌水 那大量的水分呢 就灌到了气球里面 那我们把水灌到气球里面呢 气球就会逐渐的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当你的水分灌注是非常充足的 里面的渠道是非常多的时候 你的勃起的速度就非常非常非常快 你里面的硬度就非常非常完整 所以一个勃起的功能 我们事实上是要经过大脑 还有中枢的传导神经 以及阴晶的海绵体的完整 才有办法达到